小炒王國不問嫁罪 小炒王 梁森欣 色神 陳勝龍 早晨 歡迎大家來到8月29日星期一的小炒王國 陳勝龍 早晨 早晨 森欣 應該倒數第幾集 第三集 和你 沒有 兩集 你明天吧 如果你計算下星期三 給我做 給你 我們已經倒數三集 成功調換了價格 倒數第三集 現在就等陳勝龍給大家一些好東西 怕毒 說這些 市場就一般 跌一百點左右 二萬二千八百點的水平 我覺得是很OK的 很OK嗎? 因為有些小股是否有得炒 一半一半 市場放五萬美股高位回 朗兩百多 副主席也說這些 廢希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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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山的解讀 說要加息 沒有辦法 鑑山 對 對 明明明星期五晚夜期 升得很漂亮 對 對 對 新加坡期貨市場 又倒下來 但是 你見到今天早上的東西又不是太差 你看到騰訊 都今早上升了 但現在都沒有升跌 但匯方 喂 OK 剛才五十五個半 剛才都沒事 跌一毫 就當沒有跌 都算硬正 今早匯些什麼 澳門股 澳門地產 你講加息 對 沒有什麼 失地 其實都是 所以就不算太過一面倒去 就是向下的情況 那有什麼個股好炒呢 那些是否市值 即是未到五十億那些仍然是你那杯茶 都免得看那些 是不是 就是不想那麼複雜 有勢就追 對 你見到油脂開始就開大股 但油一萬九千多上到二萬三 都升了很多 那些重磅股不是說不行 其實還未玩完的 但都開始會由一些重磅 可以留走一些二三四